孙策被称为小霸王 那么他打敌过关羽吗 太史词已经给出了答案 在古典名著三国演义中 作者罗冠中描写了数以千计的武将 其中已属国武虎将比较传神 当然 整个三国时期并不是只有武虎将而已 还有许多武力之一流的猛人存在 江东小霸王孙策就是一位实力强劲的人 这位被人们称为小霸王的孙伯福骁勇善战 凭借一己之力开创了江东基业 孙策因过于勇猛而非常傲气 当时关羽也由于武艺出众而看不起人 那么 这两位对决的话哪个会赢呢 其实 通过名将太史词的表现 就可以找出来答案了 孙策 男 人送外号小霸王 曹操曾赞他勇赐相级 相级就是相羽 也就是历史上几乎无人可敌的西楚霸王 而孙策被人称为小相羽 由此可见这位年轻人的武力之 有多么爆棚 不过一个猛将的实力 是要通过战力才能看出来的 孙策一生的具体战力不多 其中有三回合解决无名鼠背于迷 一回合见此不入流的周星 而他真正拿得出手的恶战 就是神庭领斗太史词 太史词是孙策遇到的最强对手 两人曾斗了一百回合 也没分出来个高低 太史词也是东汉末年的一员勇将 人称东来太史词 太史词早年有幸与刘备 关羽 张飞 赵云做过队友 当时这几位盖世英雄前往被害救孔庸 因此他们组团合作并大破黄金军 太史词也曾表现出过非凡的武力之 神庭领一战 孙策与太史词来了个 一对一的公平对决 双方打敌不可开交 只杀得天昏地啊 然而 两人使出了吃奶的力气 也就混了个平手 客观来说 两人的武力之应该在伯仲之间 就好像红七宫大战黄老邪一样 几百招内向要分出胜负 是不大可能的事情 那么这里就以太史词为个参照物 孙策与太史词实力非常接近 再看下太史词的武力指水平 太史词除了与孙策有过交手外 还与张辽有过一对一对决经历 当时 孙权公合肥 太史词出马挑战张辽 两人大战了八十回合没有看出高低 在三国演义的描写中 两大高手过招在八十回合里 分不出高低的话 那么他们的武力指就不会相差太远 而从原著的描写中 我们还可以看到太史词与张辽斗了八十回合后 仍然没有露出败迹 也就是说两人的确还可以继续斗下去 所以这里可以得出结论太史词武力指和张辽不相上下 同理 孙策武力指也应当与张辽不相上下 再把目光放回到关渡之战 当时袁绍老板的两大王牌严良 文丑一出马就杀得曹操手下的张辽 徐晃人阳马帆 据三国演义中记载 张辽是打不过严良 文丑二十回合的 而关羽一出马就轻松解决了严良 文丑 由此可见 关羽武力直强于张辽 自然关羽也就强于孙策了 当然有人可能会说 关羽成功斩杀严良 文丑是靠赤土马的优势 其实不然 记得关羽在批文丑之时 两人明明打了三个回合 结果原文写道 文丑料敌不过 所以 这里已经明确有了结论 文丑认为自己打不过关羽 通过以上的分析 我们能够得出来结论 孙策的武力值低于关羽的武力值 所以孙策根本不是关羽的对手 客观来说 孙策虽然打不过关羽 但依然算得上整个三国时代的一流猛将 至少他在江东可以算是前几名的猛将 欢迎他